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即新聞小編 新年快樂 那過年期間呢 就是一定要來拜拜啦 對 要求平安 還有求財 沒錯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台北三間人氣求財廟 然後拜完拜拜呢 當然一定要四手氣啊 我們會帶大家去呱呱樂 順便叫大家呱呱樂的秘技喔 YA 那一期間呢 記得要戴口罩 我們就 LET'S GO 我們現在來到松山峽海城隍廟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會跳這間啊 因為這邊呢 是鼓跳族的最愛喔 因為以前有一個鼓友 他就是來這邊拜拜的時候 不小心把了財神一小撮的鬍鬚 結果解除了他的票危機 就是因為這樣很多人聽聞 所以呢 都來這邊拔財神的鬍鬚 這很好啦 所以大家可以來拜拜 但是不要衝動的想要拔財神的鬍鬚喔 那我們 去拜拜啦 來拜拜 走 想要求愛情的話呢 也可以來這邊求月老喔 我們最主要是財神嘛 那我們就開起來拜吧 6、7 然後 這樣 要檢查一下有沒有點愛 然後這邊呢 都有標示喔 這邊有1 那我們如果不知道勝雪的話 他可以照著這個數字走 他以前是拜政財的 我也是拜偏財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 然後一些偏財運的話 就一定要來拜一下喔 那我們接下來就下一站吧 如果要拜各個神明啊 記得要講出自己的名字 然後還有地址 再來就是 可以把自己想要求的事情 明確地講出來 具體一點 就是不要說什麼 欸 我想發大財 盡量就是把事情說得具體一點 層面也才比較知道說 想要求什麼 這樣子 然後這邊啊 有那個月老紅線 如果你有跟月老求紅線的話 記得要過香爐喔 貢品的話呢 財神爺 其實很喜歡吃甜的 所以大家可以準備一些很甜的飲料啊 或者是韓國餅啊 那水果的話 記住不要就是選蘋果 就是跟貧窮有關的 或者是 酥 鳳梨酥啊 什麼什麼 酥啊 對 這時候比較不適合 水果的話 我有看到人家推薦可以選 香蕉鳳梨 就是用金萊椒 鳳梨就是旺 我們拜拜完才可以摸一下這邊的元寶 然後摸完元寶之後呢 像這樣子把它收進你的口袋 一眼 待會就是 換我這雙手啊 這其實蠻冰的 那我們前往下一站吧 哈囉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南山福德宮 通爐地 那來到這邊的話 就不能錯過它的美麗風景 這邊呢 也是很多當地人 還是外縣市的人 都一定會來的 海神爺 那如果求財的話 也千萬不要錯過這間喔 好 那我們 開拜吧 GO 越靠近神爺 感覺就越有那種 叮 然後這邊呢 是可以換錢母的 你可以幫家人啊 幫忙拿錢母 這樣子 好 換好囉 拿一個 然後想要求職業 它可以投進你的名片 換完錢母之後呢 我們就要把它投進 地公的招財包裡面 放進去之後 我們就過個香爐 順時鐘三圈 那我們就走吧 好美 摸元寶 然後應該也是要把我的福氣 放進口袋裡面 摸福墟求福氣 然後手摸元寶求財富 然後手摸管道求權位 等一下要放花了 摸元寶好了 好 那我也要放口袋 這樣是台北人 絕對不會錯過的財神廟 而且這邊是24小時營業嘛 而且過年的時候 這邊是直接教館 可是下面會有接駁車可以上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很大的土地公巷 就是專屬的標定 要喜歡賞風景的 還有街上想要參拜的 想要人氣旺的 才願望的 一定要來 拜託 Yeah Yeah 我們到了北投巴魯宮 你也都來這裡喔 真的 真的超棒的 我聽說這邊過年也是超級多人 我們來這邊求查 整個很金光閃閃的耶 可以摸摸這些雕 來沾沾喜氣喔 走到底呢就是地公巷 旁邊也可以 它是公德香油 可以投一些香油錢之類的進去 我們就從天公開始吧 現在還有喜願池喔 要刮刮刮貢獎 來給我拿貢獎 來給我拿貢獎 我覺得等一下有貢獎 待會要刮個五百 就看我這雙手啊 哇 哇 它好強 它就是有眾神啊 然後一樣會有這種雕像 讓我刮刮樂中大獎 不多 一個民視就好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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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喂 大家好 我們到刮刮樂店了 沒錯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是 菲蘭發刮刮樂店 剛剛擺完財神 我們現在還在釋手氣啊 沒錯啊 我就是要靠我這雙手 直接刮個一波 刮起來 所以老闆我們要什麼挑選 不過客人就是 他有自己的幸運號碼 他也有自己的出生圓夜日 他也有更特別的是 他自己的車牌號碼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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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包胎號碼 客人很喜歡 他也有特別的客人就是 他喜歡一本裡面的第一張 跟一本裡面的最後一張 那我想要來挑老闆推薦的雙號挑法 那我來挑個二二號 好像十五 因為我先幾天 然後這樣是不是 這個蠻多人買的 這個是生日快號 所以當落單人 我有聽人家說就是 落單人通常人家會選 因為可能是人家剛好就是跟 財神差過這樣子 我有聽說就是還有那種 選不吉利數字的那種 4號啊 國外的不幸運數是13啊 等等的這種數字 那我們今天一樣就一起來測試看看 有什麼廣間傳說呢 九尾的人家也都想 九尾 有沒有聽到他說高尾高尾 就是九尾九尾 他們九九好了 他還是九九還是你 他都落單人 耶 我們挑完了 那我們就到裡面去刮好了 那我來先刮九九的這張拉斯維加斯的 那我刮一百好了 感受到神明的眷顧我啦 我對手的牌是一千塊 我有機會啊 五千五千五千 真的還假的 沒有啦 可惡 快可以賭零七吧 200塊也不給我嗎 我非常的難過 怎樣你第一張貢咕呢 我第一張直接貢咕 而且他還好不保留的 直接給我呈現一張頂 你也沒中嗎 這個要脫口罩 比較難到表情 香蕉香蕉香蕉 沒有 我的那個九九法已經失效 旁邊落單的也失效 我們要換那個 星期五十三號 那我就換那一張我看上的落單 甚至快樂卡 不緊張喔 哇 可惡 這個差一個啦 換了一萬塊 一萬塊 一萬塊耶 有 1240啦 要公共一張 欸 這是有機關 真假的 00 2 3 沒事多那個玩幹嘛 對啊 還差8跟9 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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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真的嗎 我也共過啦 那我們現在要最後一張囉 信譽號碼 那我是雙數22 14 拜託 拜託 他這個貓可以讓我過一下 Old 撞了 我撞了 有嗎? 他說我的牌要戴的是對手的牌 我是21 我戴25 有啊!有!有! 我現在還不能放棄 他說我應該還可以更多 好厲害喔 啊! 第二個遊戲沒有過呢 不然而且我現在還有200 加油啊! 我剩一格囉! 剩一格啦! 啊! 白色 剩一格 難道我這樣是只有200了嗎? 啊! 真的假的 可是最崩潰的就是以瓜的第一下 再看到這三個零 去! 我的20的話就是雙速的那一個帕 中到200吧 是跟這張是持平的這樣子 再去加兩張都貢咕啦 我更差 三張都沒有 剛剛是沒有跟出來的說清楚 不是! 還是不想拼我 下次應該也要想一個2233的那種 我覺得2233他感覺很可以耶 因為我現在的22真的有中到 我們待會兒也會選22這樣 哦!欸!可以耶! 好啊!不關! 再加碼 耶! 耶! 我中200 耶! 剛剛那張真的有中200 還好感動喔 1000塊 再一次剩下 這剛剛這個是公司的 不贊助 那我們今天往個人自己加碼 不要加碼 太過分了 想要買2000塊的 我可能要玩這麼大就對了 2000塊中獎金率OK嗎? 69%都快70% 哦!那可以啦! 2000元的部分 那我就不客氣了 那好難選喔 不想選3號 他的是11 可是你要買哪一個呢? 我買一個200的就好 太有勇氣了 我就想說小的不夠啊 真的蛋啊 我現在要來刮老闆剛 第一個拿出來的2000塊 過發了 現在預計了我希望我可以刮到這個病實 先來遊戲EVA 緊張我們要冒手汗了啦 第一個遊戲沒有中 怎麼辦 可以啦!還有很多小遊戲啊 快說不出話欸 第三個遊戲有點直接 共獎是高達60幾 真的假的 超過零是怎樣 全身熱起來 很眨眼 那個遊戲我在刮第三個遊戲 然後都沒有中 太難過了吧 我現在下第四個遊戲 我買到一半 然後都沒有中 很多人要刮囉 我現在全身熱血肺 你現在都這樣擦身了過 是可以的嗎? 怎麼辦我現在頭好痛 來給我一點 一定要是人欸 我現在是兩個遊戲了怎麼辦 怎麼辦 44 然後我要大於對手呢 49 我跟200萬差剩了過 一起給你 謝謝 快點來一個大的好不好 大一個 可以的 不是37 現在數字要補大 10萬 10萬 41 還有一個 來看一下 還有一個小數字 9 9 59 有可能是59欸 30 那個3好過分的 轉超上五個 對我以為是50 10萬 還有一格 剛剛少算一格的 一個是100萬直接錯過 好 好那麼再來就是最後一個遊戲啊 我覺得一定有 大小 我只兩千塊直接控股欸 我說不說好了 Oh my god 又回家了 老闆說我明天不是上班了 一個都沒中 不然剛剛老闆又有一個那麼驚訝的表情跟我說 那 你真的要這樣嗎 不然一個小的而已 就是 一號 被你心情影響到 沒事你可以的 他有200 真的200 OK 加油這位寶 我覺得這個很作弊欸 因為我剛有發現 他這個就是 前面兩個都一模一樣 他最後一個都不一樣 好像不一樣 剛剛我玩的兩個球都是這種 所以其實他200塊還蠻容易重 對蠻容易重 然後2000塊的話就 然後 別說了我有點難過 都不定為了就給老闆刷 還有機會 當然就是希望老闆可以 就是刷的時候 突然就是 哇 這樣的那種感覺 他本來還在幫我就是 看能不能發出一集 這張確定 哈哈 又這樣又打 這兩張 這兩張 沒開的你幫你收了兩張 這張 沒關係啦 不過這種東西就是 好玩啦 運氣 對啊因為其實這真的是運氣 對啊沒辦法 我想問一下就是 客人啊他們 有沒有什麼 自己的投採方式 也有看過的 這裡啊就是 也有客人啊 讓我們自己跟狗這邊買 他們會叫我們 拿一碟刮樂給他 喔好酷喔 他自己一天拿一個招 他自己買了一個招 那他有種嗎 也是有種 好厲害啊 也有那種男神娘 他也有那種看時間的 他還有那種買整點 比如說1747 那要1800才要買 也有帶蜥蜴那種什麼 變色龍那種來買 有些人會刷很多嗎 這過年出的這個2000塊 有可能都會集資 一起來買整本的 比如說你刮五張 他刮五張 他刮幾張這樣 如果中的話就是評分嘛 比如說如果沒有中的話 就是大家share的這樣子 比較不會這麼貢 我懂耶 好謝謝老闆 嗨大家 我剛剛已經刮完啦 很幸運的是我們有中兩張 自己加碼2000是貢估 不過沒關係啊 實際上我覺得應該是直覺是最 因為剛剛問老闆他是說 中獎的其實是 通然有那個few的 所以我覺得 房間的傳說可能有開了一些 自己的美感這樣子 對 可是真的是剛好那個人超幸運 直測下來我是覺得 好像靠直覺好像 好玩就好 好OK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貢估其實 難免啊真的 2020過得很辛苦 新的一年大家應該更順利的 對沒錯 今天呢我們有拜台神 也有選用呱呱樂 希望大家過年的時候可以 過著開心 對 新年快樂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那歡迎訂閱我們 按讚分享 好 掰掰 不能訂閱 請訂閱 訂閱 訂閱 按讚 訂閱